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选前官司禅宣 但选后两起刑事官司将会告一个段落 包括涉嫌推翻2020大选以及机密文件案 拜登政府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25号 向法院申请撤销起诉 理由是美国总统任内享有刑事豁免权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两件刑事官司将告一个段落 拜登政府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25号向法院申请撤销涉嫌推翻2020大选 以及私藏机密文件案的起诉 包含四项刑事重罪 理由是美国总统任内享有刑事豁免权 不过在机密文件案中 另外两名被告的川普属下 还是可能会被起诉 有待上诉法院审理 史密斯也向法院寻求 在川普卸任后重新起诉的权利 并未完全放过川普 至于川普身上的封口废案 以及推翻乔治亚州选举案 由于川普无权干预州检察官的起诉 未来会如何发展还是未知数 川普陆续公布内阁部长提名人选 不过川普迟迟没有同意 让联邦调查局FBI 对阁员人选进行身家调查 包括工作、教育背景、财务、医疗跟犯罪记录 据传川普已经改让民间机构调查部分阁员 恐将打破70多年的惯例 林诱人编译